宝子们又又又是柳如烟 这是一个平分高达9.9的爽文 请调整好你的蹲坑姿势慢慢品尝 下面证文开始 柳如烟生日那天 我带着她的几个好朋友回家 给她准备了一个生日惊喜 聚会到高潮的时候 所有人起哄让我们轻易的 烟烟 这么体贴的男朋友要珍惜啊 柳如烟看着我 眼睛亮的惊人 慢慢凑近我 我低头配合 伴随着朋友的欢呼声 稳就要落下时 门陡然被打开 门口站着一个浑身被淋湿的男人 柳如烟愣愣在那里 我寻声向门口看去 恰好看见那张和我有六分相的脸 烟烟 她低声唤我女朋友的名字 亲密 熟悉 柳如烟有些呆滞 反应过来使脸色已经变了 怎么淋了雨 快去房里换身衣服 身旁的朋友反应比我更快 无比自然地向她打了声招呼 子佳人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网够了 男人棱在门口 露出一个有些淡的笑 好久不见 柳如烟的眼神一直落在她身上 半分都没有给我 我想问她是谁 还没开口 就见子佳人静止走向了二楼 那个柳如烟家一直上锁 她曾经无数次跟我强调 绝对不可以靠近的房间 子佳人无比娴熟地掏出钥匙 轻巧地开了锁 再出来时 子佳人已经换好衣服 无比自然地在餐桌旁的空位坐起 朋友喝得醉醺醺的 手自然地搭到子佳人肩上 人哥 这次回来待久一点吧 反正小烟家永远会给你留一间房 真好啊 永远有人做你坚实的后盾 我说你们俩干脆快解 柳如烟轻壳了声 靠近我一点 试图打破尴尬 阿飞 今天还要多谢你帮我庆祝生日 琳兰花的香气落在周深 我却像是浑身发浪 我一直都知道 柳如烟有个刻骨铭心的初恋 就是子佳人 柳如烟的公司刚创立时 子佳人辞掉外企的高薪工作 我断做她的后盾 即使如今 子佳人已经离开几年 柳如烟的这群朋友跟她仍旧亲密 他们笑闹成一团 说着曾经的去世 我拿着筷子夹了菜 放在嘴里 却尝不出任何滋味 这场属于他们的狂欢 一直到晚上十点 离别时下了大雨 最后屋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 柳如烟的脸被酒熏得红扑扑的 头侧在子佳人肩头 小鸟依然 我这个正牌男朋友 此刻仿佛空气 我送你去酒店 我不走 子佳人的声音冷冷的 那个房间是我的 你说过的 不管怎么样 你的家里永远有我的房间 我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背景板 被他们忽视 柳如烟哑然 求助般看向我 让他留下吧 外面的雨要下大了 就一晚 好不好 柳如烟看向我 目光闪了闪 面上有些欠疚 阿飞 抱歉 我抿了抿唇 越过他们上了楼 晚上我睡得并不安稳 暴雨落了一夜 夜半惊雷 巨大的轰鸣声将我惊醒 我下意识想去抱身边的人 却落了个空 只触碰到一片冰冷 门缝外的光落了一点劲 我开了一条缝往外看 客厅的灯光明亮 子佳人系着围裙 端出来一碗面 放在茶几上 丝丝缕缕的热气生透 宛如这家的男主人 我看见他唇角笑意宠溺 声音温柔 你还是老样子 被雷声吵醒就会害怕 要人陪着才安心 柳如烟的脸上带着笑 站在一旁 子佳人从背后抱住他 我清晰地看见柳如烟的身体僵了一瞬 却没推开他 客厅的暖色灯光露在他们身上 无端泄露几分温馨 像是一对外人永远插不进去的爱丽 我遇见柳如烟是22岁 毕业后进了他的公司 工卫在他办公室前面 他的办公室门没有关牢的时候 我就会透过那一点点缝隙透看 看那张 跟无数次出现在我梦里中的脸 七丞相的脸 他们真的很像很像 尤其是笑起来是嘴角的离窝 后来被同事宋江发现了 他把冰咖啡贴在我脸上的时候 我吓了一大跳 转头对上他的眼 飞哥 他笑了笑 把咖啡递给我 语气像是开玩笑般轻松 你可别喜欢上刘祖 他心里有人 我眨了眨眼 他凑过来和我八卦 柳总有个忘不掉的初恋 也不知道在一起具体多少年了 好像是学生时代就认识的 公司刚起步的时候 他们俩还在一起 他时不时来公司给柳总送饭 有次开会的时候 柳总中途接了个电话 听说是他生病了 立马就走了 那么工作狂的一个人 也会为了男朋友丢下公主 好浪漫吧 我捧着咖啡 轻声问 后来呢 后来他们分手了 我也不知道内幕 只是刘总还念着他吧 办公桌上还放着他的照片 宋江从总监笑道 他那初恋估计也没放下了 相爱却不能在一起 像是小说一样的美学 听到这话时我愣了一下 柳如烟办公室的门具忽然打开 秘书从里面走出来 楚云飞 刘总叫你 我进去的时候 柳如烟在看文件 见我来了 抬眸笑了笑 嘴角浮现两个小小的犁窝 我的目光落在他桌上 我的思绪被打断 下意识地答 好 回神时对上柳如烟的眼睛 他拿着文件看着我 眸中似有一片沉寂的海 忽然又笑开 似包容似温柔 我的心脏忽然炸开 耳边竟是如骨的心跳声 那是自那个人死后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还活着 半夜心烦意乱睡不着 醒来时脑袋还隐隐作痛 下意识地想去摸自己的手机 看看现在几点了 睁眼却是柳如烟的笑脸 眉眼弯弯 唇角的离窝浅浅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昨晚被钥匙划伤的伤口 还隐隐作痛 柳如烟伸手轻轻扑到我怀里 语气温柔 阿飞 凌兰花青而浅的香气 再次包围住 柳如烟的手落在我腰间 又叹了口气 你为什么不生气 你总该吐我些什么呢 我垂下眼 翻身抱住了他 额头抵在他心脏处 轻轻叹了一口气 我不吐你的钱 也不吐你的爱 柳如烟 我只要能看见你 只要能看见你 就足够了 离开家的时候我注意到 子佳人那间房并没有上锁 柳如烟不着痕迹地挡住我的目光 哄着我的脸落下一肚子 我把那句疑问吞进肚子里 天气预报今天的图标一半是太阳一半是云 却在临近下班时猝不及防地跳转成大力 柳如烟今天没来公司 我给他发了条短信 问他有空吗 能不能来公司接我 发过去的消息没有回复 一直到电脑上的方案都快写完了 信息界面也只有我发出去的绿色光 我收了东西往楼下走 雨下得太大 我轻轻地往后退了两步 昨天的画面与现在重叠 让我记起 子佳人怕雷声 发出去的信息已经是一个半小飞以前 柳如烟从前从来不会这么吃回复信息 我拨通他的电话 铃声响了约有半分钟 才被人接起 可接电话的不是柳如烟 那头的男生带着懒洋洋的闲事 喂 冷风吹的我打了个喷嚏 柳如烟呢 子佳人顿了一下 才说他在熬姜汤 我刚刚回来时淋了一点雨 雨下得越发大了 我压下心头那一点点躁动 平静道 能不能让他来公司一趟 接我回去 我没有带伞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抱歉 我有点害怕 等不打雷了我再让他过来 我们之间的角色像是忽然被颠倒 让我一时分不清谁才是柳如烟的男朋友 那麻烦你把电话给他吧 那头的人按了免提 喊了声 阿烟 你男朋友说他没带伞 能不能去接一下他 喊声过后是沉默 又传来一阵嘻嘻嘻嘻的摩擦声 子佳人又小声补给一句 在公司等我一下 电话被挂断 潮湿的天气能勾起很多不好的回忆 连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酒伤 都好像在隐隐作痛 在这场看不见镜头的大雨里 我忽然意识到 我等不到柳如烟了 我一直等到夜深 公司里的人都走光了 才等到那个来接我的人 不是柳如烟 熟悉的车子在公司门口停下 车门打开 露出使真香的脸 柳如烟的朋友 使真香和我并不是很熟 上车后我到了生气 手脚冰凉的已在侧边 脑袋已经被冷风吹得昏昏沉沉了 车子的行驶了一会儿 使真香忽然开口 她放不下了 我抬眸 从后视镜中对上她的眼睛 脑子有些混沌 柳如烟让我来接你 自己不过来 是因为在陪子佳人吗 我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下意识地想微笑 被你看出来了 使真香笑了声 纷纷和和纠缠这么多年 能断早断了 她从后视镜里对上我的眼 红唇微脸 我愣了愣 那他们为什么不在一起 因为子佳人心里头有刺 柳如烟创业得罪了人 报复到了子佳人头上 正好那天她被耽误了 没能赶上见她妈妈最后一面 她心里头有道侃 爱恨难分 她跨不过去 而柳如烟欠她 永远对她有愧 所以你懂吗 她的语气很平静 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刀 无声无息地割开我的皮肉 你永远也插不进他们中间 我没说话 错开眼 看窗外穿流不息的车辆 和落在车窗上蜿蜒的语痕 脑子里想的却是那天 我入职后不久拿下大单 同事起哄说要请客吃饭 恰好柳如烟路过 公司氛围好 有同事搭着胆子问她去不去 柳如烟朝我看过来 笑得眉眼弯弯 我对上她的眼睛 其实大家都只是开玩笑 因为知道刘总不怎么掺和私事 可她望着我 唇角笑容像样开的春风 霍天荒地回答了一句 好啊 我的心跳无端漏了一排 后来那顿饭是柳如烟付的钱 离习去前台付款时 我恰好撞见她买完单 我把钱转 柳如烟挡住我的手 温声道 不用了 不行 刘总一开始就说好了是我请 我想去截手机的锁 柳如烟低头看我 毛子里泄露几分温柔 那你再请回来吧 我有些错愕的抬眸 恰好对上她的眼睛 向隆了一层迷蒙的屋 目光明明落在我身上 却又看得不是我 她笑得有些狡黠 我愣了愣 说好 我无比熟悉柳如烟的眼神 透过我再看另外一个人 我知道 可是没关系 后来柳如烟承认 那天是她蓄谋 借着机会约舞 恋爱后 她缩在我的怀里 笑得像小狐狸 说那天你答应之后 我就知道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阿飞 她说 见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喜欢你 使真香的车开到家楼下的时候 雨已经小了很多 她撑开伞接我下车 送我到门口 对了 你要是真和她掰了 还在她公司工作也尴尬 可以来找我 她从口袋掏出一张名片 我伸手接过 这是在翘墙角吗 使真香神色无比坦然 抛开别的不说 你的工作能力特别优秀 去哪里都是抢的药 倒不如我提前预定 我还没说话 身后却忽然传来柳如烟的声音 有些发了 她不会去 背后翘朋友墙角被抓爆 不过没关系 反正尴尬的不是我 使真香笑了笑 没接她的话 转身上车了 柳如烟攥拽着我的望母 指甲掐紧我的肉 我的手脚冰凉 唯独被她抓着的地方有些热烈 额角的青筋一跳一跳 头痛欲裂 她明天就走 你不用因为她 她的声音忽远忽近 我的脑袋疼得快要炸开 没有了与她分辨的心思 失去意识的前一名 我看见一个模糊的轮廓朝我奔来 如此熟悉 让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许是淋了雨 又被冷风一吹 我的身体本来就不怎么好 一下子便发烧了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我听见柳如烟在打电话 抱歉 今天有事 生病了 我要照顾她 昏尘的睡意再度涌上来 我迷迷糊糊又睡过去 额头上的毛巾被人换了一块 再醒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我是因为口渴醒了 嗓子干到刺痛 脑袋上的毛巾好像已经干了 高热烧得我浑身没了力气 我开口想含柳如烟 半天却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 她不在房间里 水杯放在床头柜的边缘 我努力支撑起来去够她 手脚都没什么力气 用力挪到床边的时候 身下的被子陡然一滑 我碰翻了水杯 人也重重砸在地上 浑身像是散了架一样 哪里都疼 可是没有人过来扶我 脑子烧得神志不清的时候 那个人就出现了 她有一张和柳如烟八分相似的脸 笑起来唇角都有两个浅浅的礼物 她笑着唤我 阿飞你要好好生活 我想喊她的名字 可是喉咙干裂到疼痛 吐不出一个阴姐 宋孟然 别走 宋孟然 醒来的时候是在医院 身体的温度消下去了一点 睁眼是白色的天花板 掉平 还有柳如烟 见我醒来 她的眉头稍微舒展 倒了杯水给我 喉咙里的刺痛终于有所缓解 阿飞 你这次烧得好严重 她的脸色有些奇怪 声音还是放柔了 回来时看你不在床上 怎么忽然掉下床了 我没说话 她的目光落在我打针的那只手上 又轻声开口 阿飞 你的手上 怎么都是疤 我垂了眼 交错的疤痕盘踞在我的手臂上 像丑陋的虫子 我避开这个话题 反问她 你去哪里了 我明明听见她说要在家照顾我 她沉默一瞬 公司那边忽然有事 骗子 其实我听到了 紫家人回来的第一天晚上 就撒着交让她陪她去娱乐场 定的日期就是今天 你打电话给紫家人 柳如烟愣住 我定定的看着她 她没有动作 我第二次提起 我们分手吧 不行 她拒绝得毫不犹豫 握上我没有书页的那只手 抓得很紧 阿飞 我们不分手 那紫家人呢 我眉目平静 她要结婚了 柳如烟的声音有些质色 她爸妈给她安排了相亲对象 彼此都合适 婚期也定了 她这次只是回来看看 今天她就走了 回去结婚 柳如烟的脸色像阴影里的海 让我窥探不清 却又清晰地瞥见她眼尾晕开的一抹红 我直觉自己在这个故事里面 扮演了一个并不怎么好看的角色 像是真爱之间的恶毒男配 我知道我应该生气的 可是看着柳如烟的那张脸 所有的脾气一下就没了 我叹了口气 没有再提 紫家人从那天以后 好像真的消失在我的生活中了 那间上锁的房间再次被尘封 像是没有人打开过一样 我和柳如烟像是回到了从前 可是啰嗦并不意味着尘封 总有一天 匹配的钥匙还是会打开那扇门 我是在外地出差遇到的紫家人 我知道她其实不怎么把我放在眼里 只要她在 便永远是柳如烟的守卫 所以她不用正眼看我 也能让我溃不成俊 在酒店用餐时她忽然出现 毫不客气地坐在我的对面 我有些错愕 好巧 紫家人弯了弯唇 不巧 我是从烟烟那里知道你的行程 刻意来找你的 她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 有些虚浮 乍一看还是挺像的 我知道她是在说我和她 没有大话 紫家人并不在意我的沉默 对上我的眼睛 你爱柳如烟吗 我还是沉默 她笑了笑 我是心里有气 放不下也舍不了 就想着和她互相折磨 柳如烟和我分手后 没有找过其他人 听到她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有些惊讶 后来他们给我看了你的照片 紫家人眼波流转 脸上的神情有些高兴 比起她找替身 更让我高兴的是 她永远放不下 她笑起来神色惊娇 落在我脸上的目光 带着被偏爱的傲慢 所以我决定不放手 楚云飞 我要把她抢回来 我出差回来是四天后 柳如烟来机场接我的时候 还给我带了我最爱吃的甜点 我有些疲惫地把她放在一边 柳如烟不在意 垂眸看着我笑 小飞 我们去过二人世界好不好 我给你披架 去外面看 她话没说完 就被骤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断 联系人的名字我看得分明 阿人 柳如烟下意识地看我 我错开眼 自觉回避 想拿耳机戴上 她却先一步拉住了我的手 下一秒点开接通键和免提 紫佳人的声音从对面传来 小烟 我要结婚了 这个月八号 你能过来吗 柳如烟的毛子死死盯着我的眼睛 我垂下眼 眼住眼里的神情 好半天 我听见她说 好 紫佳人的婚礼是我和柳如烟一块去 我本想去公司 她的态度却意外地强硬 阿飞 你是我的男朋友 是男朋友还是退而求其次的代替品 我没问她 因为我们同样卑劣 紫佳人的婚礼很热闹 现场人很多 不仅也漂亮 我坐下时 听见灵桌的人在讨论女方 你可不知道呢 小人可喜欢她了 婚礼都是亲自设计 每一个环节都兼工了的 我抿了抿唇 侧头时却对上柳如烟含笑的眼 她笑得有些醋下 像是也听见了他们的谈话 阿飞 你喜欢什么样的婚礼 我没有想过 婚礼和余生 对我来说 一直是未知的空白 以前也想 只要那个人能陪在身边 就这样一辈子就好 后来就不想了 柳如烟没等到我的回答 物质点了点我的额角 如果我们结婚 一切都按照你想的来 好不好 我们不会结婚 我下意识地想脱口而出 台上的人却掀我一步 麦克风的杂音 混着男人饱含情绪的声音 在场内回响 震耳欲融 柳如烟 我不想娶她 只要你愿意 我们现在就离开 所有人的目光 顺着子家人的眼神看过来 震惊 失笑 愤怒 无数种情绪沉沉地压滚 心脏在一瞬间压力升到最高 我的耳边是不存在的嘈杂 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 子家人看着柳如烟 他们像是隔着银河相望的织女牛郎 他垂眸看着她 饱含深情 柳如烟 我想通了 我不在以前了 只要今天你愿意 我们就在一起 我不想娶别人 不想和不爱的人过一辈子 我爱你 柳如烟 我们一起离开 好不好 场中一片哗然 我看见不知是谁的长辈 哭喊着要上去拦住她 人生如潮水 慢慢将我们淹没 我看向柳如烟 她的手钻得很紧 像是在极力忍迈着什么 万古出的疼痛蔓延 可久违的窒息感 让我说不出话 下一秒 她陡然松开手 我正正地看着她起身 朝着子家人奔去 人潮拥挤 他们却越来越紧 我看着她抓住了子家人的手 从汹涌的人海里 和她牵着手离开 我看见子家人唇角的笑 还有四面八方的议论声 我听见有人骂子家人 破坏了婚礼 骂柳如烟前女友不该来 骂我管不好自己的女朋友 心脏处的重压 像是快要爆炸开来 我却只是愣愣地 看着他们消失的地方 好羡慕啊 柳如烟 柳如烟握着子家人的手 带她离开了会场 身后也有人追过来 她将油门踩到底 一路飞驰 车内的空间很安静 子家人没有说话 脸上的笑却没有消下去 柳如烟不知道要去哪 她的脑袋里面是一团乱麻 理不清 也剪不钻 停车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带子家人回了家 子家人打开那个上锁的房间 换完衣服出来时 就见她坐在沙发上抽烟 柳如烟戒烟很久了 是从她离开之后 她就不再抽了 鸟鸟的白烟 模糊了她半边侧脸 子家人被烟味呛倒 心下去有些不安 她走过去抱柳如烟 想亲她 却被她避开 唇堪堪擦过她的脸 子家人正中 她却什么也没说 她从未见过的烦躁 给男朋友打电话 子家人待住 方才的喜悦荡然无存 柳如烟 她向我 她抬眸 对上子家人的眼睛 没有否认 你不是因为她向我 才和她在一起吗 你都带我走吗 她只是个替代品 我回来了 我以后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柳如烟 我原谅你了 我们回到从前 好不好 柳如烟看她 面上没有表情 白色的烟模糊了她半边轮廓 可子家人还是轻实地 看见她另外半张脸上的冷意 她说 不好 子家人 我亏欠你 你不想结婚 我陪你 可是你不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 让你的家人 未婚夫和我的男朋友都下不来台 因为我欠你 所以我选择先照顾你的情绪 可是子家人 她眸色黑白分明 我已经不爱你了 子家人的情绪骤然崩塌 像是被风吹散了沙 可你欠我 柳如烟 你欠我的 你这辈子都还不清 柳如烟没说话 拿着手机一直打电话 那头却只有机械的女生不断重复 抱歉 您拨打了电话 她有些焦躁 汇出来的空隙 想给楚云飞打语音电话 微信上却有一条未读信息 是楚云飞十几分钟前发的 我们分手 情绪越过越直 柳如烟起身往门外走 想回现场找楚云飞 子家人却忽然笑 你以为他真的喜欢你吗 柳如烟 他根本不爱你 一个真的爱你的人 怎么会大度到前男友来了 还肯留下他共处一事 柳如烟没回头 朝着门去 子家人在他身后笑 笑着笑的 又哭了 你把他当替身 你又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别人的替身 柳如烟猛然转身 大步走过来抓住子家人的肩膀 你知道什么 子家人看着他 眼泪都笑出来 我不告诉你 柳如烟 我就要你痛苦 楚云飞的电话一直没打通 人是说他请了很久的假 柳如烟问遍他相熟的人 却没一个人知道他去哪里 柳如烟头一次觉得烦躁 像做一道复杂的数学题 答案证明写了满满当当 却得不出最后的结 楚云飞请假的第十天 又是一个下雨天 柳如烟在楼下的时候 恰好遇见宋江 宋江看见他时愣了一下 问他 刘总 你和楚云飞分手了吗 柳如烟想说没有 只是张口却哑然 宋江转头 看着外面如注的雨帘 好半天才开口 你比他幸运太多 楚云飞身上有种矛盾的存在 柳如烟第一次见他 恍惚间把他当成从前的子家人 他承认是因为这个动了心 可约到后来 才发现他和子家人相差太多 楚云飞待人街舞很温和 对谁都是笑的 可他偶尔撞见楚云飞一个人 却像是没有灵魂的木偶 面无表情 又在他唤他的那瞬间 被插上发条 变得鲜活 恋爱后 其实他们之间亲密的动作也很少 楚云飞在与他亲近时并不自然 他过于迟钝也过于手里 他们之间最过界的举动 也不过是他落在他脸上的闻 他当他是害羞 可他又总会站在不远不近处看他发呆 柳如烟偶然对上过那个眼神 像是落入一片绵延千里的血缘 那里面的东西太杂太杂 唯一能窥见的 是铺天盖地落下的爱意 他以为他爱哪 殊不知 他们都是骗子 他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 譬如他向来淡漠的情绪 譬如他避而不谈的家庭 譬如他错落纵横的伤疤 这些分明的疑点 楚云飞的价快要请完的前两天 柳如烟去了宋江说的那个墓园 入口的工作人员看到他表情有一瞬间的空白 脱口而出一个名字 宋孟然 柳如烟醋眉 中年男人挠着头 有些抱歉 不好意思 您应该是来看他的吧 应该是双胞胎姐妹 柳如烟没回答 转而问他 您怎么记得他 他笑了笑 我在这里工作三年了 有个男生每周都来 风雨无阻 从没缺过一次 他后来好奇 就想知道那里埋了他什么人 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 笑起来唇角有浅浅的梨窝 他就记住了 柳如烟的脸色称不上口 他打听到了宋孟然的位置 朝着那走 墓园风声呼啸 宋孟然的墓前站了一个人 楚云飞的身形轻瘦 看上去有些伶仃 满人的坟墓里 他像另一种意义上的悲 他开口 楚云飞 我回头的那一瞬间 刺眼的光运的那人模糊不清 让我还以为是他 想起来又有些好笑 人死不能负伤 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实 看清柳如烟的刹闹 我有些哑然 柳如烟向来从容 面对我时常带笑 嘴角的黎窝和宋孟然的万般笑死 可他这次没有笑 目光落在我身后的黑白照片上 好一会儿 才艰难开口 声音像是质色的溪流 阿菲 你每次看我的时候 都在想什么 在想什么 在我透过门缝 望向柳如烟的每一个瞬间 在我看着柳如烟轮廓 发呆的每一段时间 我都借着他在描绘我的梦然 如果他没有死 如果他活下来了 会是什么样子 我在城中村的小巷子里长大 童年的生活尽数是 大人夹杂着脏话的八卦声 下水到腐烂发霉的臭气 无处不在的苍蝇 还有酗酒的爸爸 和漠不关心的妈妈 生与死的界限 与我并没有太分明 被爸爸和妈妈 打到快失去意识的时候 听到妈妈拦住爸爸说 别真打死 我想的是 还不如死了 很奇怪 他们怕外人发现 不会在衣服包裹不住的地方 留下痕迹 可随着年岁渐长 他们又不满足于 只在家里施暴 以至于到了外面 也要彰显他们的群威 我在外人面前被打骂 毫无尊严 我像是身外给他们还债的 其实也没关系 因为我习惯了 十五岁的时候 我站在五层楼高的教学楼 往下望 风声呼啸 那一瞬间 也有要不就这样跳下去 可能念头 然后宋孟然出现了 我被人猛然抓住手腕往后带 最后两个人滚在一块 粗糙的地面 把宋孟然的手被划破两道口 被他抱住的我却往好无损 松开时他长出一口气 教训我 不要想不开 却在对上我眼睛的那瞬间近声 不合时宜的红韵攀上他的脸 楚云飞 三 怎么是你 你认识我 年纪低一谁不认识 他道 声音慢慢放柔 你为什么站在 我没理他 从地上爬起来走掉了 他在背后喊我 我没回头 我不懂怎么和人相处 习惯了独来独往 从那天之后他开始刻意找我 我不习惯和人交往 也并不讨厌 只是十几年来的经历 让我下意识地会选择逃避 宋孟然却一直出现在我的任务面板里 又渐渐成了每一任务 爸爸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恰好在放学路上和我撞上 男人带着浑身的酒臭味朝我逼近 高高地举起他的手 下一秒就重重打在我的脸上 巷口的人习以为常 丑归一眼后 窃窃私语一阵 又被带到下一个八卦话题 我垂下眼 他骂我 看到你就心烦 骂完后也不管我 迈着醉不离开 脸上阵痛未消 我辣辣的疼 我抬头 却恰好对上人群中宋孟然的眼睛 他有些发愣 举起了手中的书 刚要喊我 又再触及到我脸颊的一瞬间蓄上 他带我回了他的家 家里只有他和他的奶奶 宋孟然打湿了毛巾盖在我脸上 问我 谁干的 我爸 他沉默了一瞬 说话有些艰难 他经常这样对你吗 我没说话 他的目光落在我穿的长袖上 我把拉链往上拉了拉 别问了 空气有一瞬间的凝脂 我甚至能听见宋孟然的心跳声 错乱无章 好半天 他却忽然拉住了我的手 他说 楚云飞 我们一起逃跑吧 考完高考 就添一个离家远远的大雪 从这个糟糕的地方逃跑 逼着的小院里 还能闻到外面飘进来的美味 夹着令人作偶的烟酒味道 夕阳落在宋孟然的肩头 他的笑容有些勉强 唇角的离窝浅浅 我捂着脸上的毛巾 硬道 好 宋孟然陪我上学放学 接着让我给他补课的名头 忽悠我去他家 让他奶奶给我做好吃的 宋孟然聪明 心思却不在学习上 我读醋他 后来成绩也慢慢好起来 再后来我们考了高考 成绩出来的那天 宋孟然高兴得拉我出去 在街头巷尾到处乱团 阿飞 全省第二 这下你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 我们一块买了一个小蛋糕 蛋糕上的烛火倒映在他的毛子里 像是燃烧的火焰 灼得我心脏发烫 你想去哪里 没想好 那慢慢想 想到了告诉我 我和你一起 宋孟然像是一团伙 我靠近时就会觉得温暖 恍惚间甚至会生出一种 自己也被点燃的错 只是那火还没升起 就被扑灭了 省里来了一个媒体想采访我 我拒绝了 或许是那天 被醉醺醺的爸爸当街骂了一顿 被他瞧见了 他没再找我 走遍了街坊邻居 十几年被人冷眼旁观的生活 成了他人搏眼球的素材 他们夸张地咒骂我的父母 叙述我的人生是如何悲惨 然后再经过一番加工 成为一道工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篇新闻引起轰动 又有无数的媒体闻风而来 他们无孔不入地侵入我的生活 所有人都对着我指指点点说 那就是那个可怜的孩子 他爸妈对他那样 他成绩都这么好 你要向他学习 我的父母不堪其扰 他们似乎遭受了报应 被人痛骂 被单位责罚 可是人渣是不会毁过的 所以最后的一切 又变本加厉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我被他们赶出来的时候 是个阴雨天 我爸怒斥 白眼狼 滚出去 以后别回来了 周围的邻居窃窃语 所有人围成一团探热门 却没有任何人失与严守 十八年的痛苦层层加码 终于在这一刻累到了最高峰 压垮了我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然后宋孟然出现了 他义无反顾地穿过人群 拉住了我的手 阿飞 没事的 我带你走 别怕 阿飞 我在 我生病了 宋孟然带我回了他的家 家里只有两个房间 他把他的让给我后 每天和奶奶一块睡 我把自己关进房间里 拉着厚厚的窗帘 在黑暗里蜷缩成一团 陈旧的疤痕 像盘踞在我身体上的虫子 如动着 蚕食我的神经 我不能见一点光 我有时候会发疯 用尖利的指甲抓自己的手臂 抓到鲜血淋漓后再清醒 像是眼珠的人找回自己的神智 全然不知道自己上一秒做了什么 宋孟然摸着黑给我上药 有时候我不说话 乖乖地让他上药 有时候我会突然发病 伸手拍开他手上的药 然后去接那些心结好的家 抓得很了 手臂上的血缸指珠又落下来 一片漆黑中 只有宋孟然的眼里有微弱的光 他骤然冲上来 将我紧紧抱在怀里 我被他禁锢住 想动手 又怕伤到他 迟迟感受不到痛感 只一口咬在他肩头 宋孟然不说话 只是抱着我 一直到我的风进过去 屋内一下呈现出一种 令人窒息的沉默 宋孟然 我 阿飞 他打断我的话 头埋在我的颈间 双手有些颤抖 我察觉到衣领处的失忆 像是落下的火星 烫到几乎要将我灼伤 没事的 没事的 他不断地重复 不知道是在安慰我 还是在安慰自己 你只是生病了 就像得了感冒 只要我们去医院治疗 好好吃药 听医生的话 就能好起来的 一定会好起来的 满湿的黑暗里 血腥味和宋孟然身上的 薰衣草味的洗衣液香气交织 还有飘扬在空气里的细小灰尘味道 浮在我身上的身躯 沉重而炽热 尽到我甚至能感受到 他胸腔中不停跳动的心脏 好奇怪 被爸爸妈妈打到声音 也发不出的时候 我没有哭 被他们在学校里面 当着同学摔耳光的时候 我也没有哭 被所有人用异样的眼神指指点点 被赶出家门的时候 我也没有哭 可是脸上划过的温热液体 分明地告诉我 我哭了 眼泪是咸的 我下意识想去擦 却被宋孟然搂得更紧 心跳声如雷贯耳 不止他的 我闭上眼 双手还住他的腰 我说 对 我只是病了 宋孟然第一次带我去医院 是全副武装 我的严严实实 可我还是在半路发病 他帮我挡住 大部分人一样的眼光 轻声细语的我 阿飞 我在这里 别怕 阿飞 我回神时对上他的眼 杏仁氏的毛子里犯着点失忆 不是难堪 是心疼 我一下子安静下来 医生说我需要住院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他转而给我开了药 抗抑郁的药物并不便宜 那是一个漫长而沉闷的假期 宋孟然每天早出晚归做兼职 还要监督我吃药 给我约心理医生 他晒黑了大半 唯独眼睛还亮晶晶的 我已经能够出门了 却还是怕人多的地方 宋孟然傍晚回来 看见我在院子里 和奶奶一起摘菜 阿飞 今天吃药了没有 他笑起来的时候 像是在发光 我洗了手 吃了 对了 有辅导班的老师来找我 想让我去给学生补课 他愣了一下 我答应了 全省第二补课 对方的假开的不低 我只是生病了 宋孟然 我总会痊愈的 他好像忽然迟缓的中 好半天 才笑起来 唇角的离我显现 对 阿飞 总会好的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 我的病情已经能够控制 宋孟然也不怎么出去打工了 他攒了一笔钱 琢磨着怎么用来做生意 宋孟然的分数够上985 却硬是和我抱了同一个地方 上大学之后 我们每周末都见面 花四块钱 做两个小飞的公交 两个人待在一块 时间就消磨得格外快 再到后来 我已经不用吃药了 宋孟然来看我 室友偶尔拿他打去我 他在校门口等我的时候 他凑上去逗他 同学 你是我们阿飞的什么人啊 宋孟然被问的愣了一下 耳间浮上点红 我站在边上看他 莫名的想笑 他张了张嘴 回答的像是有些吃力 妹妹 我是他的妹妹 室友有些异性阑珊 我愣愣地看着他 只觉得刚刚心脏 好像停跳了一下 我身外早会 记忆力比别人好 总是能轻易解开 同龄人解不出的难指 可我有很多东西不读 没有人告诉我 为什么从一开始 逃避宋孟然的接触 却会在他一次又一次 带笑上我打招呼时 觉得开心 为什么明明不觉得难过 人也会掉眼泪 为什么 我想不通 宋孟然没走两步 就发现我不对劲 问我 怎么了 我停下角度看他 直接问了出来 你为什么撒谎 他愣了一下 随即笑开 笑容里带点天真的脚下 难道我们不是家人吗 我比你小一个月 你确实算我哥哥呀 我被这个词砸得脑袋发懵 慢慢地咀嚼这个词的含义 家人 难道不算吗 宋孟然脸有些发红 声音理直气着 我们住在一起 奶奶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你难道不喜欢我 我们吗 喜欢 我看着她的眼睛 很认真的打 我喜欢奶奶 也喜欢宋孟然 喜欢奶奶会给我做南瓜饼 叫我好孩子 说我太瘦 让我多吃点饭 喜欢宋孟然眼睛亮亮地叫我孟然 喜欢她告诉我她一直在 喜欢她说我们是家人 不是只会骂我打我的父母 而是会温柔地对我笑的 即使没有血缘关系的她 我们是家人 宋孟然 你是我很重要很重要的家人 宋孟然呆了一下 脸上有一闪而似的吃饼 随即又立马消失 她抬手轻轻碰了碰我的肩膀 你也是 阿飞 我那时信以为真 以至于此后数年 我无数次回想 要是我能够早一点开窍 要是我能早点读懂 宋孟然耳尖的红 要是我能在那时就告诉她 我对她的感情 不只是家人 我们之间 或许就能少一点遗憾 那后来呢 宋孟又开了一瓶酒 时宜着问我 后来 我起身撞倒地上的酒瓶 踩上散落的瓶盖 我的记性好 什么都记得轻时 唯独时间轴上的那一顿 像是史上被故意磨去的刻度 我没看她 目光落在窗外 江亮未亮的天色上 好半天才答非所问 你记得 五年前有个新闻吗 快过年的时候 轿车冲撞行人之六死十二上 宋孟愣了一下 拿着手机想去搜 我闭了闭眼 被刻意遗忘的记忆卷土重来 急时的汽车 巨大的声响 刺散的人群 还有腰间被人用力推开的疼痛 然后是骤然爆发的尖叫与哭泣 有人扑上去抱住马路上 一动不动的孩子 有人发疯一样冲进路中间 最后都定格在那一滩 不断流动的血上 宋孟然流了好多好多血 人的身体里会有那么多血吗 我不知道 时间被加速向前拨动 救护车来了 她进了急救室 门上的灯亮了又暗 暗了又亮 我忘记了那几天 她被推进去了多少次 只记得医院走廊上的灯很暗 半夜很冷 我一遍一遍数着那条走廊上的瓷砖 从这头到那头 又从那头到这头 有时候多一个 有时候少一个 到最后 我也没数轻视 等最后一次灭的时候 医生从里面走出来 对我摇了摇头 他说 最后多说几句话吧 我进去的时候 宋孟然的眼睛半睁着往门口看 呼吸机遮住了她的大半张脸 里面的血腥味很重很重 见到我 她好像想笑 只是抬眼似乎也有些肺力 我才发觉她其实已经白了很多 温柔闲静的 像是欧洲童话里病弱的公主 宋孟然动了动嘴 却发不出声音 我把她的呼吸机取下来 她又不说话了 她费力的想抬手 颤颤巍巍的 我半跪在地上 把脸搁在她并床边 宋孟然伸了手 慢慢地 轻轻地 小心翼翼地 落在我的眉骨处 像是抚摸一匹珍贵的丝绸 又像是要把什么东西刻进骨髓 她的指尖顺着我的眉骨 寸寸描过我的眉眼 微微有些痒异 我没有哭 我只是看着她 宋孟然也看我 眼睛微微眯起 好好活着 可什么才算是好好 我不知道 所以我问了 宋孟然愣了下 就是 我像是提了一个太过突兀的问题 她有些没想好 嗯 好好读书 拿到毕业证 找一个喜欢的工作 她迟疑了一下 像是被梗住 出口时有些艰难 恋爱 结 慢慢变了 我没说话 她却变得有些虚导 不要熬夜 生病了要及时去医院 不要 讲到最后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阿飞 我看着她 宋孟然看我 眸色浮浮沉沉 像夜色下裹挟着暴风雨的海液 浪潮汹 又生生指在她波澜不惊的容色里 最后的最后 她的指尖停在我的眉心 她说 要好好吃饭 阿飞 后来我按照她说的 读书 毕业 找了一个好工作 遇到了柳如烟 她向我表白 我们谈了恋爱 我不熬夜 只是经常失眠到半夜 我也有在好好吃饭 再也没有挑食 我明明都按照你说的去做 宋孟然 可是为什么 我还是不开心呢 柳如烟想要一个答案 但我给不了她 我们不都一样吗 你忘了 我们没有恋爱的时候 你喝醉了 我送你回家 你喊我阿烟 我们俩还是挺像的 对吧 子佳人和我说 替代品永远也比不上正品 柳如烟 你难道不也是这么觉得的吗 柳如烟张了张嘴 好像要说些什么 只是半天 却发不出声音 子佳人回来了 你也放下心结和她一起逃婚 忠诚眷属的大团圆结局不好吗 我站在高处看着柳如烟 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呢 她说 不是的 我带走她只是因为愧疚 我已经 已经 你要说你爱上我了吗 我打断她的话 柳如烟有些哑然 爱是这样的吗 我问她 爱会是在雨天 不管我去给她熬姜汤 丢下生病的人去赔钱男友 在婚礼上抛下现任男友 让她一个人承受 其他宾客的议论和白眼 柳如烟 你告诉我这是爱吗 她回答不了 周二去公司的时候 宋江问我去哪了 怎么请了这腰肠的假 奶奶感冒了 多陪了她几天 宋江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请假积了不少工作 有需要找我 奶奶年纪大了 用钱的地方多 我是上午辞的职 柳如烟是下午来找我的 宋江送我回新租的房子 是恰好碰见她 她见我时眸色闪了闪 有些烦躁地掐灭了指尖的烟 为什么要辞职 前女友是上司 会很尴尬 柳如烟像是被逗笑了 她在商场待久了 向来对任何事都游刃有余 哪怕有那么几个瞬间慌乱 也能马上调整回来 变成那个从容不不破的柳如烟 真的会尴尬吗 阿飞 她对上我的眼 不闪不闭 如往常般游刃有余 当然不会 因为我不在乎 我只不过 不想再看见她那张 和宋孟然八分相的脸了 我垂下眼 没有理她 拿了钥匙想去开自己的门 柳如烟却忽然从后面抱住我 凌兰花的香气夹杂着烟味 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将我包围 柳如烟将脸埋在我后背 声音温和 阿飞 她只是过去世了 就算我们长得再像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 也只有我 我承认我原本是因为 你像子佳人才和你表白 可后来我也慢慢发现 你和她是不一样 我爱的确实是你 她低声又哄着我 寻寻善诱 如果你因为她不高兴 我以后都不会和她来往了 只要你说 我就能做到 别和我赌气了 好不好 柳如烟的气息有些乱 落在我耳畔 啄得我耳朵发烫 我没说话 从她怀里挣扎开 柳如烟不肯松手 我和她四目相对 柳如烟不知道 十八岁之前的楚云飞 是没有心的 后来宋孟然出现 爱落地生根 从心脏处挣扎着发芽 连带着枯骨也长出血肉 后来她走了 心脏处又空了 我的目光落在 柳如烟唇角的梨窝 声色平静 柳如烟 你真是半点比不上她 柳如烟没生气 但她的脸色骤然灰败 我没有理她 镜子开门进了房子 第二天门口已经没有人了 却落了一地烟灰 我入职了史真香的公司 每天的生活过得很平淡 柳如烟经常来史真香的公司 我察觉到她的目光会落在我身上 却装作不知道 某天我汇报完工作时 史真香忽然喊住我 她把桌上包装精美的礼盒 往我方向推了推 我醋了醋眉 柳如烟送的 她轻咳一声 前几天去国外出差 她说恰好碰到拍卖 这块腕表很衬 和盖被揭开 露出里面流光溢溢的表白 光滑流转 看上去价值不菲 我没有动 史真香笑了笑 她家里那间房的锁前不久被拆了 她和梓家人彻底掰了 她说 史总 我打断她的话 她没说下去 你不想听 我就不说了 不过她没那么容易放弃 楚云飞 她好像认真了 我出来时恰好碰见柳如烟 她的目光从我手中一到几间 在发现什么都没有后 目光暗淡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 她刚要开口 阿飞 我却先一步偏过脸 快步走掉了 我一天之内碰到两个并不想见到 梓家人是我下班后在门口碰见的 她容色有些憔悴 全然不见我第一次见她是焦纵的名 楚云飞 她喊了我一声 我在她面前站定 问她 有什么事吗 她目光落在我腕间 如同梦一般 她没有送你 她说那块表漂亮 想买来和你道歉 我和她吵了好多家 她说她爱你 她只想嫁给你 她把那间房子清理干净 说要和我断干净 我说你不爱她 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梓家人的神色骤然激动起来 上前一步抓住我的肩膀 她说她不在乎 楚云飞 你知道吗 她说只要她爱你就行了 她不爱我 她爱得不到的 从前是你 现在是我 史真香是一个很好的上司 柳如烟从那天起出现的少 可她的动作却从没少 她像是后知后觉的开始追悟 用各式各样的礼物来讨我欢心 我全部拿还给史真香 史真香说她劝了 只是柳如烟不肯死心 得不到的东西容易变成执念 尤其像柳如烟这种人 陷得太久可能会疯 一语成衬 史真香是在半夜打电话给我的 我常常失眠睡不着 她打过来时我没睡 一接电话就是她的声音 楚云飞 我现在和柳如烟在酒吧里 她酒喝得太多 又发疯 我们拦不住 你能过来一趟吗 为什么不找紫佳人 找了 但没用 我沉默了一会儿 问她 这是上司的要求吗 史真香有些迟疑 轻叹了声 抱歉 这是最后一次 以后我一定会拦着 不让她再来找你 我说 好 我到酒吧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 包厢里弥漫着浓重的酒气 高度数的酒倒了一地 瓶子七零八落地散着 史真香在拦柳如烟的酒 另一个朋友也在劝 我打开包厢门的那一瞬间 柳如烟瞬间从沙发上起身 亮亮呛呛地朝我奔来 酒气落了满身 柳如烟落进我怀里 柳如烟的头重重垂在我肩上 这次她没喊错人 楚云飞 她的嗓音有些哑 一遍遍地换着我的名字 像是在确认梦境和现实 我应了一声 她立马高兴起来 抱着我的腰 蹭了蹭我的脸 过一会儿 才开口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知道她在问宋孟然 可我不想说 柳如烟没等到我的回答 松开手看我 她的眼眶有些泛红 在商场沉浮那么多年的人 我第一次从她脸上看到 有些类似于破碎的神情来 不是得不到 我没听清 柳如烟抬了眼看我 又问了一遍 宋孟然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照旧沉默 她却突然抓住我的手 我和她很像 对不对 我知道你喜欢我这张脸 没关系 没关系 她喝多了 讲话有些颠倒 不知是在对我说 还是对她自己说 喜欢这张脸就行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告诉我 楚云飞 当替身也没有关系 你陪在我身边就好了 她对上我的眼睛 认真而固执地重复 眸光像是碎裂的琉璃 求你了 楚云飞 替身也没有关系 让我陪在你的身边 我沉默着 推开她 柳如烟的脸色 本来就有些病态的白 现在最后一丝血色 也一点点消失 她还想抓我的手 我去后退一步 我错了 柳如烟 你和她一点也不像 使真相让我来见你一面 我来了 她说这是最后一次 柳如烟 如果不想让我一看到 你就觉得恶心和厌烦 就不要再这样 好不好 柳如烟的脸色苍白 身体有些颤抖 我直觉她脸色不好看 刚想开门喊使真相 她却身形不稳 骤然倒下来 我没看她 她在身后喊我 声音被疼痛折磨到微弱 楚云飞 使真相进了门 边打救护车边去背柳如烟 我转身朝着外走 没有回头 使真相说柳如烟住院了 她在电话那头欲言幼稚 抱歉 以后我不会让她再骚扰你了 墓园里风声四起 我放下给宋孟然带的话 二十岁出头的女孩没眼带小 那张照片拍的时候 我正站在她前面 柳中依稀可见我的道理 使真相还在电话那头说些什么 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最后我才听见她迟疑着问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她一开始没有骗你 是认真的想和你在一起 现在 会不会不同 我听见电话那头的呼吸声交错 属于第二个人的呼吸更粗重 不会 我回答 电话被挂断 耳边一下安静下来 好好活着其实也不用非得恋爱 对不对 没人回答我 照片上的女孩子只会包容的小 天高云淡 我垂了眼 宋孟然 我好想你 奶奶也很想你 请假回家 奶奶病好的那一天 给我做了南瓜饼 我坐在院子里摘菜 院外的阳光很好 落在身上暖洋洋的 奶奶给我扇扑扇 摇摇晃晃的 一切都很好 只是少了一个人 宋孟然走的第五年 奶奶常催我带个女朋友回家 放假总往奶奶这儿跑 拿来的时间交女朋友 她头发花白 却和善一如当年 带着笑喊我好孩子 我打着哈哈带过去 她用蒲扇轻轻敲了敲我的头 起身去厨房端南瓜笔 我抬头时对上顶上的太阳 光刺的人发晕 高烧后我有时候会梦见宋孟然 十六七岁的宋孟然 拿着题目问我这道怎么做 晚自习下课时和我一起回家 抓住我的手说要和我一起逃跑的宋孟然 笑起来时就像耀眼的太阳 最后最后 都是二十一岁的宋孟然 苍白着脸躺在病床上 便便描摹我的眉眼 一遍一遍的虫 宋孟然 你忘记了 是因为遇见了你 我的生活才好起来的 我从短暂的眩运中回神 奶奶在屋头喊我 我应声往里走 我去眼角的泪 像是从没哭过 一辈子好长好长 余下的几十年只是漫长的行期 月寒日暖 来间人寿